各位请看 刚结婚的时候 她对我挺好的 可等我怀孕了 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我对他们家的事 都很伤心 可她却不把我家人 放在心上 她什么都听她妈妈的 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 我妈妈也是为了我们好 是她根本不领情 她不尊重我妈妈 她现在脾气特别大 经常吓着孩子 为了孩子 我觉得也不能再跟她过下去了 她什么都只想着自己 孩子现在还这么想 她怎么忍心离婚呢 这本就是一对半路夫妻 现在妻子跟丈夫说 我要离婚 老师们会如何帮助他们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王先生 40岁来自黑龙江工人 女嘉宾郑女士 35岁来自贵州午夜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你们都是在婚的 是吧 对 你们俩共同的 儿子多大呀 还不到两岁 23个月 23个月 那你咋就要离婚呢 她情绪特别大 然后就不知道 哪句话说错 她就摔东西 然后就发大火 把孩子一下的不行了 在一起 真的就是父想折磨 您咋那么大的脾气啊 她太自私了 对老人又不笑 而且的话 对我也不关心 也不够理解 咱们一点一点地说吧 怎么自私啊 怎么对老人不笑啊 我们俩是 自2011年 在网上相识 大概在网上相识 有半年左右吧 我去主动去 跟何德大见的面 双方感觉都可以 后期我就走到一起了 每年的话 在她过生的时候 我都会有送用礼物送给她 就是无论她在不在我身边 或者是在外上 我都会以这个邮寄的方式 寄给她 可是的话 我们相处五年当中呢 她从来没有送给我 反正就是 第一个层面就是 男生心里不痛快 是自己给女方了一些爱的表示 大概女方回应得不够 这个事吧 倒不是说主要的 主要是什么 就是说 刚结完婚 是不是到神圳去塔工嘛 大概在一个月左右吧 怀孕了嘛 怀孕说这打工气味 她有点接受不了 辞职了 我说我承担不起 就是这么大的开销 根本就养护不了 所以我也辞职了一起 回到他们贵州老家 那边找工作也不好找 非要说在这边租个店面 要开一间餐馆 我们商量之下呢 就是也同意了 但是在想开餐馆的前提下呢 没有钱 所有的钱都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 所有的这个装修 为了省这笔费用 我就是都是自己在做 用那个梯子爬得比较高 两米都高吧 把药摔伤了 回去之后呢 我就是买了一点药喷上了 他说你喷完药之后 这个气味我受不了 太单纹了 我现在也怀孕了 对他也不 他也闻不了 我就这么地板 然后我一直就那么挺着 这明显就是对我一点 不关心不过的理解 我都摔伤摔伤那样了 结果药还不让我用 我就这么一直挺着 挺着一桌都多的时间 然后稍微好一点了 我还要继续工作 还要去干活 难道话这样吗 还不算自私吗 先生在这段婚姻当中 觉得很委屈 最主要的是 女生不懂得怎么关怀自己 互动比较少 对吧 你觉得他对你怎么样 他对我一开始都挺好的 然后这店就开起来了 开起来就 我就怀疑就有 七个多月了吧 婆婆说 去过去照顾我嘛 我来了 然后一天也没得休息 之前的话 多睡会儿 然后才去店里 我婆婆来了 我也不能多睡了 然后我婆婆就数着我 说天天睡哪觉怎么的 天天都是小美洲 煮鸡蛋嘛 反正吃了一段时间 我就想吃牛肉 然后他就给我买去了 四十块钱一斤牛肉 然后就买了 已经回来 他们俩俩在 留一半的店里面吃 然后就给我拿俩拔回去 然后第二天 我还想吃嘛 他就说那个太贵了 怎么吃得起啊 然后我心里面 我挺受伤的 我有话要说 在他怀孕期间 半天的活 我每天早上 因为护士房就 我一个人在忙 洗菜 切菜 炒菜 都是我一个人的事 他每天睡哪觉 早天上货 还是我的事 我一天都在这个店里头 不不 等一下 我先打断一下 您今天为什么来啊 他来是要跟您离婚 我说的对吧 对 您为什么来啊 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不想离婚 毕竟孩子还小 不想离婚 你在那儿数了什么呀 你先听他说 然后后来就是 生孩子嘛 就照顾孩子这方面 我婆婆她说 那个要捏鼻子啊 那个揪耳朵啊 我说这个 没有客气一句 我不想弄嘛 我婆婆又说啥 她就特别麻烦了 就特别像我婆婆 这听起来 反正就婆媳关系不好吧 我婆婆就是那个 有些方面就跟我不一样嘛 关联不一样 你要按着她来做 我就不愿意嘛 她就大声大声地吼 就是向我婆婆嘛 然后我们俩就吵起来 吵起来 我也来去 我说你拿回东北去 这样她又更生气了 你等于 你跟婆婆在育儿方面 发生了冲突 所以你跟先生说 不让婆婆 再跟你们一起生活了嘛 是不是 不是 那是一句气话 不是那个意思 当时有谁啊 有婆婆和先生 还是只有先生啊 都在 后来婆婆走没走啊 她当时说 你得你妈滚回东北去 因为我母亲是在隔壁 就像一个屋里 听得一清二楚 过后我母亲 到饭店里跟我说了 说是 我好几千里地 到这边来 我吃梦她的月子 吃梦半天 还没吃梦出来 好再吃梦一层 不是出来 后来你老母亲 回去没有 是我把她留下来了 我没让她走 等于老母亲没走对吧 是我把她留下来 我没让她走 你母亲留下之后 跟你妻子之间的关系 改善了吗 还是越来越僵 没有改善 现在还生活在一起吗 没有 为什么不在一起生活了 因为我母亲在老家 家里还有一大家的人 我们在她贵州那边 所以等于妈妈 伺候完院子之后 就回了东北了 是这意思吧 是 等婆婆走了之后 你们夫妻两个人 我相信经济压力也很大 生活的压力也很大 对不对 对 还要经营一家店 对 你这个先生 有没有帮你带孩子 没有 那个 他就看店 有没有帮你做家务 就是看店嘛 家伙就是基本上他做 但是孩子就全部是我看 就这样 等于说你们自然的一个分工 就是您看孩子 对 丈夫看店和做家务 对 对吗 对 双方的孩子之间有来往吗 就是你们跟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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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各自在各自的老家 那彼此 像你们挣了钱之后 这份钱到底怎么用呢 除了你们小家庭 还需要给各自的孩子钱吗 就是说他那个丈夫 是意外之后 去世死亡的 因为有一部分 死亡费奖金和抚养费 因为我这边是离异的 因为我有一个之举 就是说我家孩子的话 就是说 要是说交学费了 他就是相当不高兴 相当不乐意 说我家孩子花多少钱 说我给我家孩子交学费了 因为我作为一个父亲 这是我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就是说因为这个 我们也吵架 他今天给孩子说 要两百块钱花钱 我照常给 明天孩子要钱买手机 要一千块买手机 我也给了 转过来呢 我母亲给我打电话 她说 你看冬天来了 孩子裤子短了 你给孩子再给我点钱 我给孩子买两条裤子 我说先并买了 赶他下个月吧 没过了两天 他再来电话说 孩子要买衣服 然后他跟我说了 我说先并买了 下个月买 我生活费本来就不足 第二天回来跟我说 说我给孩子买两条裤子 花多少天 当时我也没跟他吵 但是没过了两天 收入谁管 之前开店的时候 就是我和我没来的时候 就是我管 现在谁管 现在是就从那之后 就是全部是他管 那您管就不存在说 公平不公平了 听您那口气 您一碗水都能端平的人 这还有啥矛盾呢 生活费放在他那里 钱由现在生活费 一切和生活费由他来自费 没有 就放了一个月 放一个月就放一个空卡 几百块钱就放到我这 就是给了那一次 然后是全部收走了 反正我身上不能有钱 谁说的是事实 我每个月就说 留够生活费给他 就是说 留多少钱 一千五百块 够用吗 他没给我 那个 他就是给了我 他买没买 有意思 就拿回去了 所以你们夫妻人 基本的这个共识都达不成 你们过啥日子 给没给 如果我不给他钱 他拿钱什么 给孩子买手机 拿什么钱给孩子 就给他那一次 拿什么钱给老人买裤子 拿什么钱给孩子买裤子 不是这样的 没有钱 你告诉我怎么解释 也就是说 一千五百块钱 干了这么多的事 我家孩子老人一件没买 他家孩子该买的 该用户全都买的 没有钱 你个什么买的 你告诉我 行的 那我就问先生了 你看大家都在议论了 大家都在议论 那为什么还要跟他过呢 因为孩子还小 我知道的孩子 听的孩子 因为本来本来还有感情嘛 跟谁有感情 跟我老婆 不是 你跟他有什么感情啊 我听着你每一分钱 都跟他斤斤计较的算啊 你们有快乐的时光和好事吗 你跟我讲两件 就是看到我儿子 高兴的时候 我就高兴 谢谢 我接着问 离开他您怎么生活呀 就是没跟他之前 我自己也是打工 进工厂一个月 也挣个三四千四五千来也 等于你嫁给他了一个月 是一千五的收入对吧 不是 根本他没给我 他都根本不会有钱了 这个 那您现在想离婚 这儿子谁带啊 要不就归我 要不就归他 我是这么跟他说的 好 那我们假设说离婚的话 儿子您要吗 肯定要 那您愿意给是吧 给他我也同意 给我我更好吧 怎么我都愿意 你们当时要的孩子 都是怎么商量的呀 当时我说不要嘛 他说那个 我们老婚姻不稳定 然后他说就决定要 但是我见过他 实际实际跟他过日子 然后说那就要吧 这么想了 他对你好吗现在 不好 摔东西啥都砸 孩子吓得咬咬哭哭 摔东西 发脾气 那些东西砸坏好多东西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 6月25号他父亲去世了 他们那边老人去世的话 宰家伙最少要半个月以上 他父亲去世 我们就去他们家了嘛 办这个丧事途中呢 我父亲的脑骨心 他们都住院了 当时也是没钱 实在是想办法 我就找他商量 他来了一句是啥 那咋办呀 一句那咋办 就完事了 不管不问 完我就说一句 死人你这边你顾了 活人你就不管了吧 那你说作为儿女的话 换成事谁也不能看 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那个 我能借的我都借过了 当时我说的句话 没想到他这么在意 没有说毛额 也没有别的意思 借不着怎么办呀 根本他就没有去借 作为一个儿女 进不到孝道 良心你能过得去吗 你过得去吗 我对亏欠老爷 我感觉过不去 你过不去事也出了 你不能拿他当撒鸡桶啊 干嘛还要跟他在一起呢 都无法忍受了 孩子为了孩子吧 对孩子照顾得比较细心嘛 家务做得还是比较好的 还有呢 别这方面的话 想不到有什么好 行吧 基于这样的事实 和老师们所观察到的 和看到的 我想听听老师们 对这对夫妻 有怎样的意见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在听完你们的故事以后 小伙子 小伙子 在你这儿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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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琪老师 家庭重组了 你们的情感没有重组 婚姻重组了 你们的心态没有重组 在你们的心里面 是有一个情感的排行榜的 排第一位的我爹妈 排第二位的我孩子 第三位的是我老婆或者我老公 第四位的是我老婆的孩子 或者我老公的孩子 第五位的是对方的父母 各自把对方最看重的那一个人 放到了最后 这就是我说的 你们婚姻重组了 家庭重组了 你们的情感没有重组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就两条路 第一个 你能不能把对方的小孩 当自己小孩一样疼爱 把自己爹妈当自己爹妈一样 一模一样 做不到别过了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我整段听下来 你们两个人 就是因为钱 闹出了这么大的矛盾 然后你们两个人的结合 似乎也是因为 凑合在一起 就搭个伴就完了 可能要了这个孩子 因为你们觉得半路夫妻 走下去的可能性不太大 那我们来一个孩子 就能让我们的婚姻 更长久一点 但是你们两个人 都在各自心里打着算盘 各不相让 就是让我们看不到 一丁点生活的美好 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 要再一次选择走进婚姻 如果说现在你们继续还在一起 说打着以孩子 儿子小的旗号 还继续在一起的话 那我求求你们 你们还是赶快分开吧 可千万别害了孩子 否则这两岁的孩子 从他开始懂事起 每天看到的就是 爸爸如何对妈妈凶 妈妈和爸爸如何算计 怎么把钱给到姐姐 然后爸爸又如何埋怨妈妈 没把钱给到我另外一个姐姐 他每天都充斥在 这样的环境之下 我觉得还不如 让他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呢 因为你们两个人 虽然是在一起生活 可是心却在各自别的地方 别再跌跌不休 男人该有一点大度和气度 如果你们两个人 真的就一直这样揪着这一点 各自的利益不放的话 那今天这个舞台 正好给你们一个机会 彼此安静地说再见 好不好 不要把恨带到生活当中 好 谢谢 谢谢张大老师 来 胡老师 婚姻有三种形式 新婚 再婚和复婚 如果是半路夫妻 生活更多的是志同道合 志同道合里面就包含了 我不光要爱她 我还要爱她的过去 虽然她的孩子 与我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既然我找了她 那她的孩子 我也有部分的责任 但我没有看到 你们为对方的过去 而付出什么 都在算计自己的 你们唯一拥有的共同财产 就是现在这个儿子 你们俩在结婚之前 有些事情想清楚了没有 你有没有想清楚 我要是跟这个男人结了婚 那她的女儿 我也是她继母 她娶了你 说明那三个女儿 我也是她继父 没有 除此之外 你们也没有能力 再生一个孩子 也没有能力 去包容对方的过去 你说你们结婚干什么 那现在最痛苦的 就是这个孩子了吗 你们俩是随时都可以分开的 但那个孩子 不能一扯扯两半吧 所以我认为你们现在 最需要商量的是 孩子跟谁 你们各自过各自 因为你们根本不具备再婚的基础 你们没有这样的度量 更没有为人继父和继母的包容 就这样吧 好 谢谢陈老师 你是什么时候想离婚的呢 你离婚坚定吗 坚定 今天听完我们说的这些之后 你还那么坚定地说不想离吗 你自己考虑一下 这事不用置气 生活不能算计了我 就努力活着吧 为了孩子 希望你们能够做出一个 对孩子有利的正确的决定 是合在一起 还是分开 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真情六十秒 我想说这是 冰的孩子现在还小 虽然是说 因为咱们两个 以前就是说都太不说了吧 各自说有自己心理想法 但是没有遇到孩子 我希望咱俩能呢 就是说为了孩子 不想让他们都改一改 冰的孩子现在还小 是不是 不为别的考虑 为咱们的儿子考虑考虑 让您离开 我这是为孩子考虑 我才决定离婚的 如果你要是这么想的话 就说我有尊重你的选择 是不是 女嘉宾给男嘉宾放的是什么呀 放了就是那些首饰 然后就生活当中 就全部摔碎了 然后我的心一根就碎了 好 所以就还给他了是吧 首饰 您干嘛送个奶瓶 大人的话就是分一好 喝一好 现在孩子病情还小 就是说 我希望他们就是 还是能留下来 主要是还是对着孩子 好 行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